哈喽 大家早 今天我又来吹牛了 这个泥土是用火烧泥一点点 掺甜泥 这种普通的泥土 再掺一点约丝 喝一个火山丝 搅拌好的 放一点水 好 我们来看这个门跟的门到怎样 应该有 10天左右 跟它打开 就是用一个罐子 然后一个 一个塑胶 这个纸袋套住 这个塑胶先 盖住 好我们打开看 哈 里面就是这样 里面放一个纸巾 给它潮湿 这样 这个就是这样 纸巾包住 来一根了 啊来一根了 看到吗 来一根了 啊 这个应该是8到10天 啊 来一根了 看到吗 来一根了 我们先装掉哈 嗯 嗯 放下去的时候 放下去的时候 尽量纸巾 啊 放点水 那个纸条铃给它湿 啊 就可以了 就放下去 哦 哦 做好了 OK 来一根这个 我们先装 这个叫门根 人家要移去一个盆了 嗯 先装这个 先装这根 这根 这根来一根了 啊 我们先装这个哈 那个枝条底部 最好是剪茄的 剪茄 比较容易来一根了 嗯 看到吗 开大一点 给你们看 嗯 它的根就是这样生的 没有剪掉一点皮 它就会从那边生出来了 哦 哦 嗯 看得清楚吗 哦 这个就是根 白根 好的 我们把它移 移去一个盆 哦 移去一个杯子也可以 好了 用一个杯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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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们移去一个杯子 我是习惯用纸巾 哦 纸巾 潮湿也好 呃 干燥也好 我们可以在纸巾加水 我放一个纸巾 然后这个泥土餐好的 嗯 放下去 放到一半样 我们就打紧哈 嗯 哦 不要太过紧 也是有一点紧就好了 好了 我们就把这个枝条 放下去 嗯 轻轻的把泥土 夹下去 然后夹进去 随便将油 都烫一下 摇荡 摇荡 嗯 啊 就是这样 看到清楚吗 嗯 那我们轻轻的压一下 啊 轻轻的压一下 好了 如果是 怕不够潮湿 我们可以拿一点 一点水 啊 在这个纸巾 喷 石糖 啊 就可以的 啊 就放在 啊 要套上一个纸袋也可以 放在 保粒笼里面也可以 不过要两三天打开 打开一轮了 打开一次 嗯 等他外面看到很多根那时 在第二步在移 啊 哦 根有点赫色 在第二步在移盆 移发盆就可以了 啊 好了 这样就好了 啊 好 我们再来看 再来拿到一根 嗯 再来拿到一根啊 嗯 我们再来 再来种 就是一样 拿一个杯 放纸巾 放纸巾就好了 啊 我先放一下 装三分之一的泥土 然后就纸条放着 然后就加泥土 然后就按按一下 按紧哈 给他支条不会摇胖 摇荡 啊 嗯 嗯 这样就可以了 水不够 就拿水 嗯 网纸巾椒 好了 嗯 这样就好了 祝你们成功